哈喽大家好,我是金正 前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鱼友给我留言 就是想让我聊聊关于海钢的白点病 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来讲一讲我对白点病的理解 然后遇到白点病我会怎么去处理它 OK,首先白点病确切的来说 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寄生虫 寄生在了鱼的表皮上面 然后长成了一个白色的球状的这个小点 那像白点病其实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 在一开始前期的时候 你可能在鱼身上是看不到有明显的白点的 然后随着时间一天两天过去之后 你会慢慢发现 如果你这个鱼买回来 本身就有白点病在身上 然后经过这个转移和进入到不同的环境当中 它会受到刺激 那刺激之后鱼的免疫力下降 这样的话白点就开始在它身上 开始发育成长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在买鱼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确保店家对这个鱼 做过一些隔离 或者是做过一些用药物的处理的话 那就要比较小心 那面对白点病 网络上也有很多说法 如何去对付白点 那有很多人就是说 他们会用童药去对付白点病 这种手法呢 一般鱼店用的比较多 因为鱼店的鱼刚拿过来之后 在路上也经历了几天的运输 所以这些鱼的抵抗力会比较差 如果有一条鱼有白点的话 那这些鱼都会被感染 所以他们收到鱼之后 通常会把这批新鱼放在一个缸里面 然后集体下铜药 但是铜药对珊瑚和软体生物是有毒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鱼缸里的话 是不能去用铜药来治白点的 这样的话你可能白点还没治好 所有的珊瑚就全部死光了 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去提高你海钢的温度 因为在比较高温度之下 这个白点的生命周期会缩短 也就是说它在你鱼身上寄生之后 开始生长到掉落的过程会缩短 这样的话随着你的鱼在你的缸里已经逐渐适应 然后它的抵抗力也渐渐恢复 那等到这个白点掉落之后 就不再容易会继续附着到它身上去 通常在我们这种密闭的海钢当中 白点其实它是在鱼身上寄生 然后成长掉落 然后随着水流继续在你的缸里面寻找下一个宿主 如果再遇到一条鱼它的抵抗力下降的话 那就很容易成为白点的新一个宿主 那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白点其实在海里面是很普遍存在的 那因为海跟我们家里的海钢是两种不同的体量 所以说在海钢里面容易反反复复的找到下一个宿主 从而白点并一直在反复循环 那在海里面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找到下一个宿主 OK那第三种方法 有人会用降低盐浓度的方法去杀白点 但是这种方法呢 同样的你在为了制白点的同时 会去影响到你海钢的一个平衡 因为我们养的不光是鱼 珊瑚对白点是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所以说你为了去救鱼的白点 然后去调整它的盐度的话 我觉得要我个人而言 我也不大会去用这种方法 包括前面升高温度这种方法 我也不会去用 因为为了制白点而去破坏我这个珊瑚缸的一个稳定的话 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OK以上三种方法 下酮药提高温度 还有降低盐的浓度 这三种方法我都没有用过 如果有用过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OK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就会问 我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疗白点病的 其实我的方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随它去 那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在海里面一条鱼得了白点 谁会去帮它呢 那只有它自己 如果它能活下来 那就是它的生命力很顽强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规律 优胜劣汰 所以当遇到白点的时候 也不用慌张 也不用去想着要马上处理它 其实它经过一个周期 加上你的鱼抵抗力变好的话 这个白点很快就会在你缸里消失 那同时呢 大家可以买一些 针对海水缸 给鱼食里面添加了这种算枝 这种算枝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为了提高食物对鱼的吸引力 然后呢增加鱼的抵抗力 这样的话 等到它身上的白点 一个周期结束之后 鱼的抵抗力上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它就不再会容易被白点继续给附着了 其实白点在一个新钢里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一开始在一个新的海钢当中 系统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 各种数据都在不停的波动 所以你的鱼进来之后呢就容易造成一个抵抗力下降 然后呢就被白点有机会趁虚而入 而且同时你这个阶段还在不停的买鱼买珊瑚 那只要是从外面带进来东西上面都有可能会带进白点的这个细菌进来 所以说一开始前期海钢里面如果出现白点大家就停止买任何活物继续进钢 就算当白点已经消失消失一段时间之后 我建议是消失一两个月之后你再重新去买新的生物放进来 OK那以上就是我对白点病的认识 其实在为了保证珊瑚不受波及的情况下 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其他网友给我一起分享一下 OK那如果今天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的话 千万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